今天又重新設觀光餐飲 今天有哪兒業者出面 說現在經營困難 有哪兒 提出五項貨幼 願望政府 可以落實紓困 協助業者 沒有過難關 五紓困 即時炒會 以前嚴重 英雄最大是觀光業家 餐飲業 國民黨一代 聯合業者開季社會 對中央決定會於政行出台紓困 國土館出的六億八千萬 會作為特殊團體如猶 每一團上官補助兩萬 嚴國業者很無奈 因為現在面場都沒有心情出台算 正經對政行來說不好 希望政府可以兩者收睏 參與業者根本就是以借貸在度日 慘不忍睹 而政府的補助卻是一年比一年的少 嚴家也提出五項貨幼 希望中央應該做到 所謂中優 中寬 中縮的環節 嚴重多過難關 如果他們竟然沒辦法倒下去了 在現在世界各國都開始改渡國境的關節 陸入入也希望政府可以免費設定 開放共同的條件 讓入入者可以在市場做好準備 能承接的都是一些國內的旅遊 尤其是以離島為主 在這一波從今年四月開始 這個疫情比較嚴重以後 其實我們在我們所承接的一些團體 在這個取消或者延期 我們初步的統計大概都有五成以上 在這段泰國 韓國都選擇改渡國境的關節 向日路由 安算在8百年 台灣有機會讓開放過門 嚴國因為機票 交通 在未來一年 團體入入的費用 可能會去三成到五成 入入入者說 成本增加是必然的 面臨到成全的難關 也是希望政府會能看今 提出有關的所謂方案 協助入者多過難關 記者綜合部讀